第一届吉安相长杯羽球竞赛这个假期是在华人国中体育馆盛大开打 乡长游淑珍特别前往为徐守家要打气 游淑珍也强调吉安健康运动年在疫情趋缓之际各项体育活动陆续恢复办理 希望可以让各个年龄前的乡亲舒展肢体运动强生 2021吉安健康运动年在国内疫情趋缓之际各项运动赛事陆续恢复举办 其中第一届吉安相长杯羽球竞赛这个星期假日就在华人国中热闹开打 相长游淑珍特别前往为选手们交要打气 缤纷吉安很精彩健康活力一起来 第一届羽毛球相长杯正如火如土的展开 看到我们的选手有社会组的青壮年 有年轻的青少年还有我们学校组的儿童们 一起来竞技我相信这是一个活力健康跟技能的运动赛事 吉安今年运动年很快乐很健康很有活力 我们相信缤纷吉安因为有大家的健康才有软实力的建设 也才有适性宜居更圆满乐活的家庭活动 我们希望大家合家平安希望大家健康活力 希望大家在吉安都能够全圆满的精彩 大家一起加油 吉安相长杯羽球竞赛分为公开组 丙组 还有入门组 共33支队伍264位选手参赛 年龄从国小六年级到60多岁的社会组都有 在承办单位勇冠羽球发展协会的安排之下 各组选手轮番上场竞技 大家挥洒汗水展现高超球技 更透过比赛联络球友间的情谊 也达到运动促进身心健康愉快的效果 介络会将相报道